各位亲爱的投育朋友 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股林鸿巷 欢迎收看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今天是10月11号礼拜5 台股间开高走低 蛮戏剧性的走法 今天收盘涨了4点 所以8349点 量能不错 大盘成交量是935亿元 好 各位亲爱的投育朋友 今天收完盘了 今天收完盘了 你看到坊间所有的媒体会告诉你 今天台股 开高走低 今天高点是8433点 没有突破8439 所以这是败笔 可以接受吗 今天你下午到晚上 甚至六日 几乎所有的媒体会告诉你 台股今天开高走低 因为美股的大涨嘛 开高走低 量人也出来935亿 没有过前波高点8439 所以台股这是败笔 特别 你可以接受吗 老师有道理啊 开高走低 开盘好多人追这里哦 对啊 下来可能就100点了 开高走低 然后美国 8439 是不是败笔 特别 这不是败笔 老师 为什么不是败笔 明明没有过高就是败笔 特别 这是不一样逻辑 这是不一样逻辑哦 这个我们要稍微理清一下 技术分析告诉我们 技术分析告诉我们 弱势骨 八四三九这个叫做前波高点 这个叫做关卡 八四三九 我们今天没过八四三九 这个叫做关钱整理 没有过八四三九就进入整理 这个叫做关钱整理 这是弱势骨 弱势骨 关钱之前就整理 强势骨 强势骨是突破 突破八四三九之后才拉回做整理 所以强势骨是过关之后做拉回 弱势骨是关钱之前就做拉回 所以 有没有过八四三九只是在判断 判断台股它是强势骨还是弱势骨而已啊 听我的意思吗 老师 听了没什么有的 没关系再讲一次 今天我们过八四三九就先做拉回 不是技术分析的败笔 没有说这是叫做买卖空补点 这个不是买卖空补点 能不能过八四三九只是告诉台股 它是强势骨还是弱势骨而已 今天台股还没过八四三九就率先做拉回 告诉我们台股是弱势骨 相对国际股市我们是弱势骨 如果我们今天过八四三九才做拉回 台股它是强势骨 听得懂吗 有点懂了哦 好有点懂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东西 这是国际股市 这是国际股市 道琼那是大 好我们看南韩好了 我们看南韩 南韩今天涨嘛 日经指数今天涨嘛 我们看南韩好了 南韩今天涨1.17%嘛 南韩今天涨 南韩有没有突破之前的高点 南韩有突破之前的高点 所以什么 代表什么 南韩是强势骨哦 南韩比我们强哦 所以他率先做突破之前的高点哦 你要解决什么 南韩今天有突破之前的高点 所以南韩相对我们强 好那台股 还没过嘛 所以我们相对 相对南韩 我们相对弱势 可以理解了哦 好所以 我们再来一次 讲了多久 讲了五分钟 我只是今天跟你带出一个概念 今天我们过八四三九 在技术分析 它并没有产生买卖空补点 调话意思哦 今天并没有产生买卖空补点 今天的开高走低 只是告诉我们一个概念 台股相对国际股市 我们是弱势股 因为我们在关前之前就率先做拉回 如果我们今天过关之后再做拉回 那我们是强势股 所以关前的整理或过关的整理 只是告诉你这个盘 它是强势股还是弱势股而已 就是这样子而已 它没有产生买卖空补点 所以今天这根K棒 在技术分析没有异议 今天这根K棒在技术分析 没有任何的异议 它只是判断台股市 枪市股还是弱势股 希望今天节目 讲到这边将近跨六分钟 可以给你的视野 有点不太一样 好 那我们把格局再拉大了哦 仔细听哦 过去在这里 6月21号 6月21号 我们把均线调出来好了 我们把240年线也调出来了 好 这是月线季线半年线年线 我们在6月21号告诉你什么 我们说这个均约反弹 ABC拉回 ABC只是为了打出双冲底 为什么要打出双冲底 让均线由下弯走平 然后形成 多头黄金交叉的助长效应嘛 对不对 本坡我应该只有这里看错了 本坡我这里看错了 本坡这里 我认为会拉回3到5天或1到2个礼拜 123456 好 我认为会拉回 12345 3到5天或1到2个礼拜 拉回测试W颈线 那时候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嘛 这一根K棒扭转过去了 这一根K棒 所以各位千万投票 这一根K棒扭转过去了 这一根10月3号1140亿 所以本坡最重要的K棒是在这根K棒 这根K棒第一点不破 这根K棒第一点不破 台股它就会缓步的做跌高 那我说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说这根K棒它代表的是一个景气行情的发动 所以这根K棒未来你在乎的不是指数的涨跟跌 你在乎的是量能有没有拱起来 我们这样子讲了嘛 没错嘛 讲了一个礼拜了嘛 所以各位千万投票 我们以这一根K棒为中心点 以这一根量能潮为中心点 我们把它放大 这根量能有没有比这边量能来得大 应该有嘛 这个很明显嘛 这边量能有没有比这边量能来得大 有 有就好了 所以指数的上下震荡不是我care的 我care的是量能潮有没有拱起来 除了这个之外 今天市场在炒作 3008的大力光 我们来看一下 3008的大力光 今天大力光的收盘价多少 995 995 3658的汉维科 今天收盘价是992 所以今天市场在跟你引导一个概念 引导什么概念 股王争霸战 好 所以投票 今天在产生股王争霸战 所以代表什么 在做多嘛 在做多哦 政府在做多哦 他为什么要股王争霸战 因为他要让市场有聚焦效果 我们曾经在节目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拉高价类股 为什么要拉高价类股 总不会无缘无故去拉大力光跟汉维科吧 为什么要拉高价类股 因为有体材 市场你只要打开报纸 就会告诉你有股王争霸战 好除了这个呢 老师我都买不起 今天有100万耶 我都买不起 好啊 你买不起 那为什么他要搭股王 成交量没几张啊 我们看一下汉维科好了 613张 汉维科613张 3008的大力光 936张 老师 都不到1000张的亮人 为什么要拉这种股票 只是因为他是股王啊 不是啊 他一定有目的啊 什么目的 你刚才讲过的啊 报纸打开就有新闻啊 不是 因为他拉大台股的本益比 因为他要把台股的本益比拉大 如果今天股王的本益比只有10倍 那你二线三线的股价 顶多你的本益比就是8倍7倍吧 对啊 股王如果只有10倍 你说二线股三线股 他本益比会超高吗 不会啊 所以他今天必须把股王的本益比例如说 拉大15倍 1617 那你其他二线股的本益比就可以拉到10倍 12倍 13倍 14倍 了解的意思吗 当你的本益比可以拉大的时候 你有比较效应的时候 就可以造成股价有什么想象空间 所以你从今天的股王不管是大力光跟汉维特他的股王争霸战 他隐瞒在告诉我们这边他在做多他在做多 好 有这基本概念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更细的一些东西 周末时间我们难得嘛 一个礼拜讲一次而已嘛 所以既然要讲就讲比较多一点点 我们先看一下美股 美股我的看法 道琼我的看法 他已经正式跌破这一条 这是多头通道 他正式跌破了 跌破之后快速做反弹 这是一个多头通道 上升趋势线 跌破之后开始做反弹 所以我的看法 道琼本破反弹无法过高 道琼本破反弹无法过高 所以道琼必须进入反弹ABC搭毁ABC打出双同底之后 重新攻 这是道琼我的看法 那史达呢 那史达我们曾经告诉大家就这一根K棒 这一根K棒 这支 就这一根 我说他一天两天三天在攻防这里 攻防这里 今天是礼拜 这是礼拜四嘛 礼拜四礼拜三 礼拜二 礼拜四礼拜三礼拜二 礼拜二这一根K棒 带量往下杀破了 反弹起来 目前还没过这里 还没过这里 所以那史达接下来攻防重点在这一根长黑K棒 那史达会进入做震荡 这个好像有什么 有没有想到这个好像有点过去我们讲的金融股 这是我们今天焦点的 这是我们今天的焦点 金融股 仔细的听了 今天的杀反重心很多人认为会在华硕 我们看一下 今天很多人认为的杀反重心是在 这是台湾50成分股 很多人认为今天的杀反重心在和硕跟华硕 各位现在都没有不是啊为什么 我们先看一下和硕 和硕今天是这边才开始杀 华硕呢 华硕是从这边才开始杀 所以今天的杀反重心不是在和硕也不是在华硕 今天的杀反重心是在金融股 好仔细听了这是我们今天的焦点 过去我们告诉你这是28的金融类股指数 我们说这根K棒还记不记得 这根K棒大量的低点不能破 这根就是这根还记得吗 7月23号这根不能破 跌破之后重新足底站上来拉回测试完之后开始攻 跌破之后拉回重新测试游手之后开始攻 变成一个支坑压力的转换码 可以接受 好投票这里发生什么事情 跌破拉回重新足底 突破拉回测试完之后从这边开始攻 那请问一下这边这个转折发生什么事情 这里 9月底发生什么事情 各位亲爱的投票 9月30号发生什么事情 上海自贸区的接牌 还记得吗 上海自贸区的接牌 好投票 9月30 9月30这里 就是这里 上海自贸区的接牌 那时候他们邀请三家台湾金控 国泰金第一金跟台湾金控 对不对 国泰金第一金跟台湾金控 好我们看2882的国泰金 这天 就是这一天 好国泰金从这边开始涨 涨到昨天上以线今天开始杀做拉回 好投票 为什么说今天的杀凡中心不是在华硕 也不是在核硕 而是在金融股 请你仔细的看 我们发2882的国泰金 国泰金是过去几天台股 能够逆转胜的很重要理由 对不对 国泰金是过去 因为他股本大嘛 他股本1,120亿亿 他拉这一波嘛 造成台股能够在这里 道琼跌了 道琼这一波大概跌了900点吧 我看一下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们看一下 道琼我们看一下 这里15700多点 15700多点到14700多点 跌了将近快要 900多块1000点嘛 这波台股为什么能够立手这里 一定有主流股在那边撑嘛 台积电 台积电还好嘛 台积电没什么涨 台积电是今天才涨 2317 鸿海 也没有什么涨嘛 所以这波能够让台股撑在 道琼跌了将近夸1000点 台股能够撑在这里 很重要的工程是 2882的国泰金 对不对 好所以 国泰金是过去的领头羊 好投票 仔细的看一个观念 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很简单的看盘技巧 希望你学起来 既然来花节目 不管是花10分钟 20分钟 30分钟 一定要有收获嘛 总不是只是为了听名盘嘛 应该是有学到某些东西嘛 这是今天国泰金 为什么今天国泰金的拉会造成台股 我的认为 国泰金的拉会是造成台股 开高走低的很重要的理由 国泰金你看到什么 哎老师 没看到什么啊 没什么价差 好那我们把它放大好不好 放大 这样子你有看到什么 老师这样子就比较明显了 价差就比较大了 你看到什么 这是平盘 它平盘多少 它的平盘是46.15 46.15 放大 46.15大概在这里 你看到什么 没有嘛 好 有个简单的看盘技巧 提供给大家 这是大盘对股线 我看出来吗 本来这边只有一条线嘛 我们按一个按键 有出现一条蓝色的嘛 这一条蓝色是大盘线 好大盘线 我们再按一次 这是平均价格线 平均价格线 代表今天国泰金的平均价格 好再按一次 这是28的金融类股线 听我的意思吗 也就是说你可以去 如果你有看盘软体 有一些功能 你可以把它设定为 它是要跟大盘比 还是要跟类股线比 那通常我今天各位签在投票 我建议你跟类股线比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是买钢铁股 那你就跟钢铁的类股比 如果你今天是买生计股 那你就跟生计的类股线比 那如果你今天买的是金融股 你就跟金融的类股线比 好有这个概念了 朋友朋友 国泰金是过去的造成台股往上涨的领头羊 那它今天开高之后合理嘛 领头羊应该是领先大盘 领头羊应该是领先类股线嘛 那为什么它今天开高之后就破了类股线 开高之后破类股线 有败笔了啊 反弹没办法站上类股线又下来 又攻一次 这边 你说这边破不小心破 所以我把它拉起来我可以接受 你这边再破再反弹没办法过 那这边就败笔了 所以杀这一段 听到没有 老师是懂非懂 好再说一次 希望你懂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看盘技巧 开盘破 你可以说不小心的破 所以它又把它攻过类股线 因为它尝试把它收起来 又破就败笔了 破了败笔之后它再攻一次 这里攻不过了 攻不过就开始杀了 所以杀了之后 开始反弹都不过高 就开始做 拉回了 所以这是今天造成台股杀的很重要理由 今天杀反重心不是在滑硕 也不是在合硕 是在2882的国泰金 好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 讲完我们即将做休息了 这是破了的地来指数 跌比较深5.36 破了地来指数跌比较深5.36 我想老听众朋友应该从8月我们帮你追踪 就已经知道了 好我们可以带出2606的玉名 玉名跟星星今天比较深 2606的玉名 2605的星星 老师 最高呢 套牢怎么办 最高呢 套牢怎么办 投票 最高套牢怎么办 老师 M头成型了 乍看之下 好像M头都成型了 乍看之下 M头好像成型了 我们今天买个伏笔好不好 我们买个伏笔 我们先把季线调出来 我们先把季线调出来 季线的话 等一下 季线好 季线调出来 季线 这是玉名 这是星星 老师你的意思是说 季线翻扬向上 所以拉回是买点 这个好像是 很粗浅的技术分析 我当然不是在告诉你这个 我今天把季线调出来 是要告诉你 季线翻扬向上 这样好像有解盘 跟没解盘一样 星星好像头部盘出来了 然后2606的玉名 好像头部盘出来了 好 投票 我们把它取消 请你看个东西 2317的鸿海 请你红海看这一段 好 我不想要这边假设 这边假设我们不要看好了 这边之后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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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边之后不要看 我们只看到这里就好 红海有没有像一个M头 我们只看这里哦 我们只看这里哦 我们只看这里就好了 这边之后不要看 红海有没有像M头 好像有一点点哦 好再仔细看一下 这边红海有没有爆大量 93314张 这边红海有没有爆大量 有 被跌破了 M头的颈线爆大量又被跌破了 反弹 又破了 那为什么后来红海 涨这一段 我们把它取消好了 为什么后来红海涨这一段呢 涨到83块呢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节目 在这边帮大家追踪的时候 每天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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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了之后 市场没有人跟你讲红海了 市场没有人告诉你红海 那时候每天讲每天讲 参与除全息之后 卖在这一根 好 请你有看 今天我们先拍个关子 有可能跟头部门去分享 请你有空去看一下 这边爆大量也破了 形成一个M头了 那为什么它攻这里 有空去看一下 这个逻辑 去看一下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逻辑给 参透了 那头部门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啊 你未来的超级数分析 应该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你的视野应该会 跟别人不太一样 你不会随着今天盘中的大涨大跌 就像你今天开盘 100点 做空的 回补在最高点 空手的 追在最高点 你的心中 你的心态 你的位置在稳定度 会比较强一点点 有空去看一下 刚才我讲的 为什么红海在那边 它可以做出 假M头之后 尬空上去 好好去思索一下 好 那我们追踪上个礼拜 我们的焦点股 上个礼拜我们的焦点股 是在新浦 新浦 老师 没有什么涨 对啊 没有什么涨 也没有什么跌啊 那你想要什么 我们看一下 9月的营收 这9月的营收 新浦9月的营收 我们曾经告诉你 3月的营收 见低一点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9月已经这百万嘛 百万千万亿 10亿 53亿 之前才47亿 45亿 直接跳到53亿 所以它营收有实质的做增加 实质的做增加 好 投票 新浦在这根 藏红棒的上缘做整理 它代表的是什么 老师 没有涨啊 对啊 我今天不是要告诉你没有涨 我今天不是要告诉你 它是一个强势整理 所以 它是在K棒的上缘做整理 它在K棒上缘做整理 它是强势的整理 如果它今天是弱势谷 它就会拉回测试 藏红低点了 所以它是一个 强势谷的整理盘 就如同 今天这根K棒 它没有产生买卖空谱点 这是大盘的K棒 它没有过8439 不代表它是卖点 它没有 今天这根K棒没有产生买卖空谱点 这根K棒只是告诉你 台股它是弱势谷 所以它是在关前做整理 如果像南韩它过关在整理 那就代表强势谷 南韩为什么强 因为Apple没有想象中好嘛 因为Apple没有想象中好嘛 所以Samsung相对的 就比较来的好一点点了 好不好 今天周末的时光 希望给你另类的思考 今天的焦点应该是在于 老师我觉得过关处理 跟关前拉回 跟过关拉回 那是让你判断强势跟弱势 今天的焦点 特别 今天我们讲多久 大概讲20几分钟 今天我们的焦点 事实上是在2317 红海这里 好好去思索这个 好好去思索这里 然后再去看 为什么今天的BDI指数 要做拉回 如果你能够参透 那对你未来的股票视野 会更上一层楼 好不好 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到这里 就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奔西芝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物的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支付投资风险